張璇酒駕被打認罪或還起訴 我的寶貝寶貝給你一點錢錢 寶貝張璇居然酒駕被打了 本名江安普的張璇 近日忙著7月重新出關的演唱會 也是今年在國內唯一的議場 但他在5月初獨自開車時 卻遭到警方攔查發現酒駕 酒車值約0.3毫克 被公共危險罪移送台北低檢署偵辦 檢方任前傳喚張璇出庭 他坦承酒後開車 檢方考量他認罪 沒有酒駕前科且酒車值不高 則我給予他還起訴處分為期一年 但需支付4萬元還起訴金 針對還起訴處分 張璇坦承確實有此事 他昨夜在臉書PO文表示 那天的相關員警被我秉公處理 也對民眾態度平和 他也解釋事發當時仍很清醒 並說這是我選擇想在人生裡發生的一次經驗 也沒有想要只是維護曾經的歌手身份 會好好蓋瓜成山 記得張璇在2013年英國演唱會上 接受歌迷拿出的台灣國旗 卻遭到中國留學生嗆聲 他也時常表態力挺社會遇到 個性影響隨性自我 娛樂動新聞 欸嘿嘿 不過隨性範圍可不包括酒駕 發到